游學天地 主持卓友森 洪耳敏 卓Sir 我今天有代錢落袋 我發覺商務旅遊這個界別 原來有這麼多精彩的元素 剛才聽Benson說 還沒說完 有沒有好的個案可以分享 對 我也想聽聽 因為你處理個案裡面 應該有一些很厲害 給你的任務 是很驚天動地一鬼神的 而你處理完之後 你應該感到非常非常滿足 太多了 實在 我講一個特別的個案給大家聽 其實很多國家 他們是很保障他們的國民 例如好像英國 我們以前的宗主國 英國 在二千宗的年來 他們的國會就覺得 你派員工去一些危險的地方 你其實有責任的 你派去打仗的地方 那個員工如果有什麼事 有爆炸炸到死了 那豈不是很嚴重嗎 那個員工是沒有權選擇的 你明白嗎 因為公司派你去你就去 對 像你們做記者一樣 傳線記者 沒錯 你沒有選擇 給你多些裝備 就有的 國會他們最終立了一條很瘋的法例 你一聽名字很害怕 它叫做 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Homicide Act 什麼意思呢 即是公司殺人的法案 那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那些國會議員就覺得 公司其實 其實是要你去 逼你去 你沒有權不去 所以公司是需要有責任 那責任是什麼呢 就是你公司有沒有做一些特定的方案呢 你有沒有去做一些疏散的方案呢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那裏突然間有個炸彈 你怎樣救你的員工呢 又例如那裏突然間有示威 燒了一些東西 你會不會派私人非去救他走呢 諸如此類的 這些公司就有刑事責任了 若果你的公司不做這些東西 不去做這些預備 預備沒有方案呢 你就基本上要負責刑事責任 那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沒錯啦 那個director就要坐牢 就是這樣 所以英國的公司就很害怕 因為不是捉那個經理 是捉公司的director去坐牢 所有這些公司都一定非常著重 高度關注 沒錯 要你們這些大事去幫忙 那要做什麼都要做 什麼計劃 你記不記得911的時候 都很慘 兩間大廈倒了 之後 是不是你們聽到在新聞 很多公司都一定要做演習 整天好像走火警一樣 怎樣在辦公室走火警 我們做妻女就是在做大型的走火警 其實就是全世界 還要你想想 因為你去哪個地方 我們都沒有辦法管 有生意的地方就要去的 如果去到山卡拉的地方 你聽都沒有聽過 譬如去烏茲別克 那你怎樣去做那些演習呢 你怎樣去聯絡當地烏茲別克的供應商 去幫你呢 那這些是很複雜的問題 那這些全部都要搞 所以自從那年立完這條法開始 我們做雙女的那些全部都要看著這條法例做人 因為大老闆會有危險 他有危險的 真的要拘捕他 那我們就做到傻了 全世界都要做 不但做演習 還要是實際去出場的時候 他們又要求你們一定要做那個PATCHIC 沒錯 一定要 那我記憶中你是有將一個non-profit-making的organization 是將它扭規為形的 而且是製造了很多驚喜的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商務旅遊之外的一條線 都是跟商務旅遊有關 其實剛才都略略提及過舊生會的concept 理工大學的舊生會 你有多大的行業 多強勁的行業也好 如果你的人不聚在一起 沒有辦法有那個力量 譬如醫生 醫人很厲害 但你沒有醫學會 沒有人聚在一起 即你們這世界五百強的經理是有一個協會的 沒錯 我們是有國際性組織的協會 我們經常聚在一起 去說說有什麼新的東西 交流 交流 還有提供一些平台給他們 譬如有一些新的技術 以前沒有的 新的法例 沒錯 正確 讓大家通過這些平台 我們好像是展覽會 公司提供這些新服務 就可以有展台 那你就是個founder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一直凝進 何時開始你就會覺得 應該有這個market 還有這個需要 去成立這個組織 其實在以前 尤其是當這個世界 沒有那麼多internet 這些事情的時間 基本上在歐美 都很奉行 他們經常都做這些事情 但是亞洲區 是很少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一個先驅者 我們是在亞洲區起步 還有你要想想 譬如說30年前 根本我們亞洲區 不是一個國際貿易的火車頭 但是你看看今時今日 完全反轉了 當然了 我們背靠祖國 電向世界 好像世界五百強 現在四分一都是中國的企業 沒錯 所以你看看印度 我們祖國 甚至乎日本 其實早二十年都已經有很多大企業 例如你好像toyota所向披微 你買車一定是買toyota的 基本上 其實很多這些大企業 現在祖國當然不用說 你看看 譬如現在華為 阿里巴巴 這些巨型的大企業 他們有很多員工 亦都飛去很多古靈精怪的國家做生意 譬如華為這樣就算 它在非洲有很多生意 大家都知道5G 是非常巨大 譬如現在一帶一路通過基建 我們祖國有很多國家都建基建 譬如現在亞洲最出名 最賺錢 最厲害的那條就是中老鐵路 我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有有有 高鐵來的 是老窩和中國 它一定要派員工去 一定要有很多出差的要求 去幫助建這些鐵路 你變成那個警察經理越來越重要 那怎樣可以互相交流呢 怎樣可以有一個平台給他們去幫大家呢 就一定要靠商會的平台 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我們應付萬集團 我們覺得 用譬如香港總商會的方法 它是NGO來的 它不賺錢的 有它的好處 也都有它的問題 我們最終覺得 不如我們用商業模式來營運 因為商業模式很快 我要做事 我才做了 譬如很簡單 你在香港總商會 要做一件事 要有一個協議 你可能要通過很多很多承認 你要譬如你們的理事 或者你們的董事 去談好 要很多程序 沒錯 還有商會有一個問題 它要公平的 它幫了A做 如果同行不幫B做 它又可能會有些問題 那你想一下 譬如舉例 我們航空業 幾多航空公司全世界 那你幫A航空公司做 不幫B航空公司做 你是不是就得歌而有失措 因為它是一個平台 沒錯 所以我們最終談完 覺得最好都是用一個私營的方式去做 那我們就很快 我們還有我們集團做後盾 因為我們集團 英富曼集團 全世界最大的展覽會 基本上都是屬於我們的 譬如好像珠寶展 美容展 接下來三月就是珠寶展 對呀 來買多些珠寶女士 幫助經濟 所以5月23日 你們就會為香港帶來一個國際性的會議 是嗎 今年 沒錯 其實疫情的關係 很多年都沒有辦法搞到實體活動 其實每年都會有 以前我就搞很多的 但是因為COVID沒有辦法 你的人都無法飛 就算你在香港 你想想不要去這些場合 就算和爸爸媽媽吃飯 都減少了 沒錯 所以現在再開關 我們等了政府很久 很高興 終於開關了 我們趕快 5月23日 即時決定 做一個 國際性的商務旅遊會議 就會在香港 就會在香港舉行 沒錯 世界各地的猜事就會來 沒錯 希望是這樣 你香港形象大事 沒得說 其實大家互相幫忙 因為越多國際性的猜女經理來 我們香港的經濟就會 越有機會發生好處 我舉例 譬如3月 我們將會有Rubbit 7 很多外國公司 根本未必知道有這樣的性事 它簡直不知Rubbit 7 在香港舉行很多 譬如微軟 或者亞馬遜這些公司 它其實利用這些 國際性活動的平台 去做它的商務 譬如好像奧運會 有些私人包商 沒錯 譬如剛剛我們世界杯 拿著啤酒 泡泡杯的時候 就聊生意 一定是這樣的 或者是最流行的 又有商機 他們當不知道香港狀況的時間 他們來到香港 我們就會做推廣 我們就會告訴他們 有什麼好事 你可以考慮一下 以前譬如 即是Hello Hong Kong 厲害 厲害 拿著特首要找李偉 這個時候 我們去過廣告之前 我們有一個特備的節目 對 有節目當然要聽聽歌 我想借你們的大戲電波 跟我太太說 我很愛你 知道嗎 三十年前 我剛才也說了 我在加拿大演唱的時候 就播了這首歌 正正在三十年前 我在加拿大才播這首歌 現在我再點給大家聽聽 萬水千山總事情 去歌